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这句话用来形容贾玲最合适不过 身为喜剧演员 贾玲凭借着她风趣幽默的谈吐和极高的情商 一次又一次的俘获着观众的心 如今在B站 这个女孩又靠着换脸技术 无缝的与广大小鲜肉组成了CP 也在综艺节目中收割着一大堆的男神 甚至她的偶像刘德华 也向她发出了演自己夫人的邀请 男人不讨厌女人不嫉妒 这是沈腾对贾玲的评价 也是对贾玲各方面的极大认可 王牌对王牌中 她和沈腾总能在各个时候 恰到好处的把现场暖起来 无论什么样的嘉宾 在她面前似乎都没有了以往的尴尬 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 这个宝藏女孩也总能在你想到她时 会让你不由地毁心一笑 这是贾玲经常会说的话 然而仔细探索这个爱笑的女孩 你会发现和很多喜剧演员一样 她有着一段十分心酸的成长 1982年出生的她家境并不富裕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贾玲有一个大她五岁的姐姐 名字叫贾丹 从小贾玲就对取义有着极高的天赋 电视里放的曲院杂谈 她看完就能够模仿出里面的鸟叫和乐器发声 对于这个好苗子 贾玲没有迟疑 赶紧将她送去学表演 然而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 这次的报考让她名落孙山 姐姐也为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没有退路的贾玲 只能咬着牙开启了自己的复读之路 这次她的苦心没有白费 终于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招生伴打电话到她家时 贾玲刚好不在 接电话的老母亲稀里糊涂的 帮女儿选择了相声专业 那个时候相声已经逐渐走向没落 更何况贾玲还是女孩 郭德纲曾说过 自己永远不收女弟子 而原因就是太苦 怕坚持不下来 乐观的贾玲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 在相声班中 她也是努力的刻苦学习 她明白这次的学习机会实属不易 父亲卖了家里的房 姐姐出来打工 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一来二去 这个勤奋的姑娘 逐渐引起了班主任冯拱的注意 毕业后 贾玲参加了全国相声小品大赛 那一年她拿下了冠军 同期参加比赛的 还有郭德纲和于谦 那时候他们是第三 爱财的冯拱将她收入门下 此后也成了她最感恩的人 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她物质生活有所改变 抛开那个冠军的光环 她的生活与当年北漂的郭德纲一样轻苦异常 为了省钱 她居住的地下室仅有十平方米 这个地方被她打拒到 苟进去都只能上下摇尾巴 追逐梦想的道路永远是痛苦和孤独的 对于贾玲的支持 她的男友无法忍受 毕业后直接回了老家 这件事后来也被贾玲搬上了舞台 看得很多喜剧人都眼泛泪光 这样结局的日子 她一过就是七年 这个没有知名度的女相声演员 仍然在如同陀螺一样 在各个小剧场奔走着 在满是男演员的相声艺人中 艰难的生存着 后来姐姐实在心疼她 给她在家里找了一个收入颇丰的事业单位 面对至亲人的劝说 贾玲的信念动摇了 数年如一日的坚持 究竟还要走多久 她心里实在没底 贾玲问了自己的师傅 彼时的风拱已经是收了贾玲为徒弟 但对于贾玲的窘境知之甚少 她舍不得放弃这个勤奋且有才的徒弟 并且跟贾玲的姐姐说 自己会解决贾玲的吃住 在她的劝说下 贾玲坚持了下来 有了师傅的帮助 贾玲的窘境开始慢慢好转 风拱经常带着这个勤奋的徒弟 到处去跑场子 去攒经验 给她更多的资源 有着这些历练 她的水平也在逐步的提升着 收入也慢慢的好了很多 2009年 贾玲和白凯南带着作品 《大话捧斗》参加了一个晚会 别具一格的表演 打破了相声固有的套路 这个星期的演法 得到了江坤的青睐 后来江坤把这个节目 推荐到了春晚 于是2010年 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火遍了大江南北 成名后的贾玲 并没有放松自己对喜剧的追求 参加百遍大咖秀 她不惜一次次的自毁形象 拼了命的逗观中笑 她在舞台上三秒吃西瓜时 很多人笑着笑着 眼睛就泛起了泪光 对于这个拼命的女汉子 郭德刚也是非常欣赏 多次调侃 她是自己的兄弟 然而 稀里稀外都如此乐观的她 内心却有一个 无法愈合的伤痕 贾玲上大学刚一个月的时候 母亲就在一次意外中身亡 急从从赶回家的她 只在火葬场里 见了母亲的最后一面 多年后 这个痛一直在她心头萦绕 每次谈及 眼角都会泛出泪光 成名后的贾玲 对自己特别节约 但对于家人 她从来没有吝啬过 她给姐姐在老家脉络 两套房 一辆车 给父亲买了一套房 一辆车 对于自己的母亲 她创作了一部 你好李焕英的作品 这部小品 也一直被人们 誉为神作 正如她自己所说 母亲的离开 让她的快乐 永远都缺了一个脚 目前 事业有成的贾玲 也开始向其他领域转型 你好李焕英 也已经从小品 一步步变成了电影 与2021年大年初一 与观众相见 我想 这也是贾玲 送给天下父母的 最好的礼物